第21章 后来奶奶的丧礼完成后 礼平跟随了礼堂、礼瑞尹 回去办理过季与转学的手续 施仲昆也带着施文奇一同办理转学手续 一席人耽搁了好多天 终于把手续的事情都处理完 礼平跟李瑞尹提着行李走出家门 李瑞尹看到在门口处等他 是施文奇灿烂的笑宴 和施仲昆欣慰的表情 还有周天奇大山 李瑞尹回过头 看那紧紧合上的大门 刚刚要走时 爸爸连看他一眼都没有 平静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唉 爸 要不是爸爸抚养他长大 说不定他早就死了 还是谢谢爸爸的养育之恩 从今天起他的人生要重新开始了 李平轻拍李瑞尹的背 李瑞尹微笑提着行李走 施仲昆帮忙了把行李放在车上 当李瑞尹开车门准备要上车时 却看到前方不远处清旋站在那里 这时的清旋还是穿着黑色的汉服 李瑞尹觉得奇怪 施仲昆叔叔不是有买现代的服饰给他 他怎么没有穿 才想叫清旋时 一台车高速的经过 李瑞尹眨一下眼就不见清旋 他四处张望了找寻清旋 李平问李瑞尹怎么还不上车 李瑞尹才收回眼光 以为自己刚才看错 默默的上车 大家坐好后 周天启跟李平说他先回去准备 便拉着大山迅速的飘走 施仲昆发动了车子 回去他们爱的小窝 不 应该是大窝了 李平妈妈的家 现在住宿的人 有他跟施文琦 牧城神尊 清旋 雪破 对 还有施仲昆叔叔 因为讲不过李平妈妈 也见清旋他们住下 就答应了 大家住在一起才能互相照应 原本冷清的家 现在热闹许多 晚上 周天启找了一些鬼上来 开了一个欢迎的派对 大家一起享乐玩游戏 顺道跟那些鬼介绍 李瑞尹是他的女儿 让那些鬼等等下去时 跟邦里的鬼宣传一下 老大有女儿了 见周天启乐不可知的样子 李瑞尹第一次感受到被人重视 不 是被鬼重视 他和周天启虽没有血缘关系 但周天启自他们相识了那天启 对他视如珍宝的疼爱 正因如此 他才敢跟鬼魂靠近 清选见发愣的李瑞尹 问他怎么了 李瑞尹回过神 笑笑的说 以前他总想 他为什么要出生 为什么别人能得到家人的疼爱 可他却只有忽视 敌视 及唾弃 但现在 他也得到幸福了 虽然这个新家庭 跟别人不太一样 比较特别一点 清选嘴角动一动 说鬼物无心 所以无情 但在周天启的身上 却大为相反 即使无心 也能有情 连带影响其他的鬼 看来他得改变 管理明界的方式 这话一出 大山的话 浮现了李瑞尹的脑海里 明王大人 最爱把鬼抓去油锅砸 然后再丢冰山冰 明王大人不尽人情 心狠手辣 李瑞尹吞吞的口水 有些惧怕的往旁边挪 清选察觉到 问李瑞尹 是在怕自己吗 李瑞尹小小点头 清选说他这么怕他 要怎么当他的徒弟 学习法术 李瑞才恍然大悟 对哦 雪魄是教师文奇 他 则是明王大人 一想到这 紧皱眉头 一副他完蛋的表情 大大的呈现给清选看 清选不生气 摸摸李瑞尹的头 李瑞尹睁眼 对到清选虐待笑意的脸谱 他煞时感觉到 明王大人 似乎没那么可怕 清选说他从未收过徒弟 他可是第一个 千万别泄他的气 要努力一点 李瑞尹想到什么 又皱眉 问清选是否有一把清离剑 冷砍魔物 清选达士啊 换了一身阿离 清选的背后 出现了一道光芒 并停留在清选旁 在光芒消散 是一名穿暗红色汉服的男子 清选对阿离说 这是他收的徒弟 叫李瑞尹 又对李瑞尹说 这是阿离 也是清一剑 清选是跟在他身边太久 自个修成剑林 不过他有点过躁 请多多的包涵一下 阿离不服气 正跟一只鬼斗叠杯子 施文奇紧张的喊 雪魄不能输啊 他可是赌上一千元 那可是他一个月的零用钱 雪魄要施文奇别大声的囊囊 他得专心一注啊 施中坤和周天琪李平 负责当裁判 李瑞尹和阿离在鬼魂群里 看着热闹的比赛 开心的聊着 清选也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第二十二章 离开学日还有七天 李瑞每天笑容满面的 去店里帮忙 连李平跟周天琪 都明显的感觉到他变了一个人 但唯有一事 让李瑞很是困扰 就是柜台鱼缸的那一位 牧尘神尊可真难搞啊 每天都要他带去店里 说红旭可能会依附在其他的物体上 于是他幻化成金鱼的模样 等待抓红旭的机会 话听起来是很谨慎 可实际上他却在鱼缸里 一直呈现躺下的知识 连嘴巴跟塞盖都没有动 好多的客人都跟李瑞反应 鱼死掉了 要他尽快处理 等客人走了 他跟牧尘神尊反应 牧尘神尊却老神在在的说 他太久没当鱼了 忘记了 于是嘴巴跟塞盖动了几下 然后又停下 李瑞无言以对 坤不是鱼吗 鱼还未忘记怎么呼吸吗 脸上写着打败二字 不会当鱼不然当乌龟好了 反正乌龟禁止时 也不会引人注意 结果牧尘神尊 他老人家又不满意 说千年前 他与一位龟仙下棋输给他 从此 他就对龟类一组很反感 听完李瑞颖心累了不再理会 内心想 这神仙当酒儿 是不是都有毛病啊 李平微笑了对李瑞颖眼神暗示 李瑞颖转头 就见到小男鬼坐在外面的椅子上 李瑞颖端着饼干和果汁走到外面 可小男鬼一见到李瑞颖 便又消失不见 李瑞颖把盘子放在桌上 对站在不远处的小男鬼招招手 小男鬼不为所动的例子 李瑞颖不死心的招招手喊着 唐突身后出现了清雪的声音 他吓到了转身 却看到清雪一头利落短发 穿着白色的T恤和牛子裤 整个人看起来舒适清爽 神情也不见之前那样冷酷 李瑞颖礼貌的称呼名王大恩 怎么穿起了现代人的衣服 清雪围弯腰 头靠近李瑞颖说 他现在化身凡人 叫他的名字清雪 李瑞颖有点不太愿意 说这样太没礼貌 况且他看起来比他年长 不好吧 清雪回 那就加上歌 清雪歌 要李瑞颖这样叫他 不然就不叫他了 李瑞颖受不了了翻白眼 这些神仙是闲得没事做 不是要抓猴去 等现在轮流整他 清雪忽略李瑞颖脸上的小表情 问李瑞颖刚才在叫谁呢 李瑞颖指着小男鬼 叫他过来吃饼干 清雪说他不能这样叫 因为常人是看不见鬼 他这样在马路上乱吼叫 别人会以为他神经有问题 李瑞颖紧张的捂住嘴巴 发出了呜呜声 但清雪还是听得懂 他在说怎么办 清雪手悬空 停在李瑞颖的胸前施法 李瑞颖下时感受到一股清凉感 进入到体内 不一会儿 清雪收回手 坐在椅子上 吃起了饼干 吃起了饼干 李瑞颖坐在清雪旁 清雪说他现在与鬼交流 不必讲出声 在心里讲 鬼自然会听见 而鬼要说的话 他也会听得见 叫他试试看 李瑞颖遵命了 看着小男鬼 说他做了好吃的饼干 让他来吃 可小男鬼却还是站在原地 李瑞也没听到他的声音 于是又试了一次 问小男鬼叫什么名字 小男鬼原封不动 李瑞依旧没有听到声音 正想对清雪说时 他耳畔传来一个虚弱的小男孩声音 叫苗苗 李瑞惊喜的站起 再一次的在心里说 苗苗是叫苗苗吗 是的话点一下头 小男鬼点一下头 李瑞开心的原地蹦蹦跳跳 接着跟清雪说 他听到 听到了 那小男鬼说 他叫苗苗 第23章 苗苗的声音又传来 说他不喜欢人家叫他小男鬼 李瑞慌慌张张的看苗苗 说他知道了 他会改的 下一秒意识到自己 不小心的讲出口 笑了一下 赶紧的重新讲一次 清雪始终悠闲的吃饼干 但双目从未离开过李瑞颖 见李瑞颖与苗苗沟通了顺利 脸上的一品一笑 清雪忍不住的看露迷 与苗苗讲完后 苗苗苗就消失不见 李瑞颖口渴 拿起果汁喝 清雪问果汁不是要给苗苗喝 李瑞颖回苗苗喜欢喝可乐 而且饼干快被清雪哥吃完了 他明日再过来 特意的强调清雪哥吃完了这句话 清雪才低头看盘内的饼干竟剩下一两块 不好意思底笑 李瑞颖向发现了新大怒 站起来靠近清雪 说他也会笑哦 清雪立即的往后退 与李瑞颖保持距离 李瑞颖惊觉自己的冒犯 快快的坐回位置上 清雪说他第一次就做得很好 他果然没有看错人 希望他以后能尽力的帮那些怨恋生的果然 消除怨恋早日投胎 李瑞问清雪不是喜欢以暴力制滚 怎突然改变 清雪说他有味良师 陈告诫他要以爱去反化人事物 他不相信认为严厉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但这个效果只是徒增更多的怨气 所以他想改也需要一位得利的助手 帮助他 李瑞颖立刻举手说 他愿意帮助清雪 清雪又笑了 说他也会尽全力保护李瑞颖的安全 才笑得很开心的李瑞颖 想起什么 表情很怪异 问清雪知道雪月传说吗 清雪反问李瑞颖想说什么 李瑞颖说自己是雪月生的人 如果他有一天不幸沉默 请清雪一定要用清离剑杀死他 因为他不想变成杀人魔 迫害生命 清雪惊异而盯着李瑞颖许久不出声 李瑞颖以为清雪不答应 手摇晃了清雪的手臂 问他听见了吗 清雪才缓缓的开口 原来他上次问清离剑 是已经做好了打算 李瑞颖肯定的说对 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不幸 才知道不幸的痛苦 所以他不想自己害别人也不幸 清雪说用清离剑杀死他 他除了死 恐怕魂魄也会伤到 严重的话有可能会灰飞烟灭 李瑞颖思考了一下 眼神笃定的说 他不想要成为第二个红旭 清雪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李瑞颖 便说起见证雪月传说的人 早已消失殆尽 也许是后人杜撰错误 不管未来如何 他绝对不会让他变成魔 清离剑也永不对向他 他一定有办法能扭转局势 李瑞颖说相信他 但在那之前 他也会尽全力的帮助他 说完便回到店里忙碌了 清雪望着在里头的李瑞颖 心中百感交集 阿里不知何时悄悄出现 用溃然的语气说 令三界风声鹤唳的冥王大人 向来杀人决断 从不犹豫 可如今要杀一个自嫩的小女孩 却开始扭扭捏捏 很不下心 到底是这个女孩不该杀 还是冥王大人不敢杀 清雪立即的反击回去 说他下不了手 那阿里自个杀去 现在就去杀 阿里快速的躲到一边 说他不要 要他杀恶人 他绝对不会退缩 可瑞颖这孩子太善良 他做不到 而且为了可笑的传说 就杀他 那是暴君会做的事 清雪清楚阿里所谓的暴君 指的是谁 对阿里说 好的不学 竟跟雪阔学些坏的 这时雪阔打了喷嚏 看看四周无人 喊斯福奇又沉迷电视距离 阿里呵呵地笑 清雪猝眉 要阿里答应他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能杀李瑞颖 他会想办法解决 他会想办法解决 阿里说没有他的命令 他不敢擅自行动 讲完话 清雪一阵心反 随意而在附近散起步 阿里乖乖地闭上嘴 跟在后面 他知道清雪 正在想办法保住李瑞颖 晚上大伙吃完饭 坐在客厅聊天看电视 牧尘神尊觉得无趣 又回到他的鱼缸里 清雪对李瑞颖打了暗号 接着往楼上走 李瑞颖接收了讯息 立刻去厨房泡茶 拿出茶壶茶杯 放在盘子上 准备好了 钻着盘子也上楼 走到二楼时 发现清雪正依靠墙壁 在等他 李瑞颖笑了笑 跟着清雪的脚步走 来到了屋顶 清雪一施法 眼前马上出现了 一张精致的木桌子 及两张椅子 李瑞颖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电视演的果然是真的 那些仙人只要衣袖动一动 就能变出东西 真是神奇 清雪先坐下 李瑞颖赶快的把盘子放在桌上 并倒了一杯茶 拿给清雪 清雪看着杯子 却不接过来 李瑞颖虽奇怪 但手还是端着不敢放下 直到清雪接过茶杯 喝下茶 但每茶真好喝 种种有神的双目 看李瑞颖说喝了这杯茶 从今以后 他就是他的师父 但千万别叫他师父 还是叫他哥 李瑞颖才议会过来 古时候 土耳拜师都为端茶给师父喝 所以清雪是正式的收他为徒弟咯 清雪知道他在想什么 先开口说 有冥王徒弟这名号护着 三界内没人敢动他 动了就是和他作对 刻意的压低作对这两字的音量 李瑞颖知道清雪是在保护他 万分的感谢清雪 日后他定不会入了冥王的名声 清雪说他千年来 从未收过徒弟 只因来者心术不振 想依附他走捷径 他曾指点过一名牡丹花金成仙 并让他想至高无上的荣耀 但他不珍惜还背叛了他 所以他不再轻易相信谁 但这次他想信任李瑞颖 希望李瑞颖不要让他失望 李瑞颖以自己的命发誓 绝对不会背叛清雪 清雪头疼的揉揉太阳穴 问杨坚的老师到底教什么说 怎么他老是动不动 就拿自己的性命相搏 太浮夸了吧 他只要他尽本分做事 没有要他的命 可李瑞颖却很认真的告诉清雪 他的话他可以信 清雪不跟李瑞颖争辩 眼神示意了李瑞颖倒茶 李瑞颖迅速的倒好茶 恭敬的端给清雪喝 清雪说喜欢他泡的茶跟饼蛋 让他以后有空闲的时间 记得要做给他吃 李瑞颖说好 并小小声的问清雪 那个牡丹花精 是冥王妃吧 清雪认了一下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他去妖界找雪过时 路途中救了他 见他孤骨无依 便带回民间 原以为是能相知相伴的人 却没想到一场笑话 清雪的苦笑 李瑞颖的双手放在清雪的手背上 说这不是清雪哥的错 是冥王妃跟纳花妖的错 是他们太可恶了 清雪说不想要再提王室了 到李瑞颖站在他面前 接着摊开掌心 一把木质的短集显现出来 李瑞问这事 清雪说他想了很久 到底该帮他准备什么样的武器 看他的身子骨不太适合用剑 就想到用上骨的神术制成短笛 而且这短笛内又请住了他的法力 用这短笛吹奏震魂曲 沙山丽布亚于他的亲礼箭 他膝带在身上也方便了许多 走到李瑞颖的身后 手一挥 腾空而出现一张金色的音符 清雪让李瑞颖拿着短笛 手搭在李瑞颖的手上 教他吹奏震魂曲 月色优美 两颗疏远的心 在不知不觉里 渐渐的靠近 这世本无常 唯有得意知己相伴 此生才不落寞 第25章 这日的傍晚 清雪说大家也要训练体能 才有足够的体力 对抗恶鬼或红旭 所以大家接连的去跑操场 李平跑了三圈 头却发晕 清雪让他在旁边休息 不要太勉强 然后拉着李瑞颖跑起来 周天奇陪在李平的身边 忧心了李平的状况 李平说自己没事 可能是太久没运动了才会这样 休息一下就会没事 周天奇忍不住的抱怨 白天要工作 晚上除了修炼法术 还要训练体能 这谁哪受得了 李平要周天奇别说了 他不累 能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维护正义 他觉得很有意义 周天奇不也是勤念法术 才导致自己的手受伤 周天奇被李平说过 难为情的把受伤的手藏在背后 说他也是心疼李平 李平谢过周天奇 接着寻找李瑞颖的身影 周天奇立即的指给李平看 清选正陪着李瑞颖一起跑步 当李瑞颖跑得有点吃力时 清选会调慢速度 手扶着李瑞颖 让他坚持下去 周天奇忍不住的赞美清选 这个师父真好 这么照顾他女儿 李平也认同 清选真的对他很好 一点都不像传闻的那样可怕 周天奇在往旁边瞧 却发现雪破跟施文奇 所在树荫下嘻嘻笑笑 转头了跟李平说 什么血统高贵的九尾狐祖 呸不好好锻炼身体 还在那里偷懒 李平要周天奇小声点 大家以后都要见面 别这样 周天奇故意而对雪破的方向做鬼脸 李平说冥王大人送给女儿一个很厉害的武器护身 周天奇说是不是短敌 李平问周天奇怎么会知道 周天奇得意的手还住胸 就是有天晚上巡逻时 发现女儿在吹奏曲子 不过女儿现在还不到火候 连小鬼都驱不走 李平要周天奇别在李瑞颖的面前讲 免得给她压力 周天奇知道 等女儿的火候够了 她就每天抓十只鬼 给她练笛子 结果雪破的声音 从后方传来 雪过用力的鼓掌 说果然是冥界数一数二的老大 才会有这么狂妄的口气 周天奇和李平亚裔 雪过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后面的 雪过露出了不怀好 叶尔眼神 说她们这么惊慌 是不是讲了她的坏话 周天奇说 没有 她们只是在讨论清玄 并感谢清玄对她们的女儿那么关心 雪过吃味说 当然好 那叫我特地去上古神帝砍神术 还差点被先喝酌 背尽千辛万苦 也不跟对方讲 对方也不知道 懂不懂感恩 周天奇随起了反驳 说她女儿是知恩图报的人 每晚情念笛子 就是想帮助冥王大人撒死红去 替冥王大人出恶气 雪过疑惑什么恶气 周天奇惊觉自己说六嘴 手捂住嘴 李平坚瞒不住了 说他们也知道冥王妃的事了 雪过无言以对 想也知道是谁说的 李平说和冥王大人相处后 发现她并不是人写的人 只是比较冷清 后来知道冥王妃的事 他们才明白 也想做点什么 让冥王大人能好过点 周天奇说 她有让手下们去宣传 冥王大人宅心仁慈的一面 相信过不了多久 大伙会对冥王大人改观 雪过谢谢他们这么关心清选 说他自幼与清选一起长大 清选一直很孤单 懂得关心清选的人 少之又少 这次来阳间 遇到他们真心相待 多少人弥补清选心中的遗憾 周天奇说 反正还没有找到洪婿 大家住在一起 互相关心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时间久了 就会忘记 雪破说 周天奇讲话的样子 还真像他父王 李平问雪破的父王 不就是妖界的妖王 雪破说对 当初就是父王见清选吉木 才会送他去当清选的伴徒 父王处事慷慨洒脱 除了一件事 雪破的话未完 周天奇好奇而问什么事 雪破说没有 神情黯然的走开 周天奇离难怪人一个 继续和李平看李瑞影